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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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古巴前菜合作伙伴和地方介绍同南省的文化交流 经济合作和投资 古巴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将与同南省专门机构密切配合 成功组织同南省代表团近期复古巴商务考察 根据省人民印发的方案 2023年全省数字化转型之州将于10月10日至15日举行 该计划包括自行车游行 已拉开本周的序幕 文艺交流 这会介绍数字化转型模式 产品和服务 组织一场寻找数字化转型想法的竞赛 搬成马拉松响应数字化转型之州 政府选择每年10月10日 为国家数字化转型之日 数字化转型州由该省组织 旨在促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的开发 这是同南省与周边省份和国内单位 连接数字化转型生态系统的机会 加强交通疆管力量 机动巡逻 严厉查阻交通安全讯序违法行为 这是同南省人民委员会在92国庆假期 和学生招学的交通安全高峰月期间提出的要求 至此 有关单位将安排力量 对终点线路进行应对和交通疏导 特别关注攀介油业高速公路 于1号国道56号国道交汇处 同时加强流动巡逻 检查并坚决处理违反秩序的行为 确保交通安全 在巡逻管控过程中 借其预防防范和严厉查处 确计扰乱共共秩序 非法标策行为 此外 交警部队加强监管 合理疏导 引导交通安全畅通 特别是在其假日期间 预计车流量较大的道路和区域 8月28日 中国首任驻洪杜拉斯大使 向洪杜拉斯外长恩里克·雷纳 维交国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洪杜拉斯特命 全权大使于波曾任临时代办 这位55岁的外交官 曾在中国驻布里维亚 秘鲁 古巴 墨西哥 和各司达里加大使馆工作 他还曾担任北京在美洲国家组织的副观察员 洪杜拉斯于2023年3月26日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与台湾断交 维地马来最高选举法院8月28日 正式公布8月20日总统选举结果 据此 中置运动党候选人 贝尔纳多·阿里瓦胡胜 64岁的当选总统阿里瓦洛 是魏地马拉前总统胡安和赛 阿里瓦洛的儿子 在竞选期间 阿里瓦洛先生承诺打击腐败 寻求增加公共制服 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 并将优先实施全面透明的议程 经营丰富的外交官阿里瓦洛 和生活成本的昂贵 正在推动移民离开这个中美洲国家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观众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